潜艇在海军舰艇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 毕竟一般的海军船只如果整个潜入水中就意味着这艘船沉了 而潜艇呢却不一样 它天生就是要从水下出击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潜艇被世界各国广泛运用在海战中 成为了世界海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看到这些黑不溜秋的潜艇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关注它所携带的各式武器 例如攻击型潜艇携带的鱼雷 战略和潜艇携带的核导弹等 却很少注意到潜艇的黑色外衣 也就是奈牙壳体 也是有着十分有趣的细节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潜艇壳体的那些事 潜艇的艇体外形往往是一家一个样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潜艇设计 造出来的潜艇也长得千奇百怪 如果大家对潜艇的历史有所了解 就会注意到 一战二战时期的各国潜艇和现如今的潜艇 从外形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德国人的U艇U-995 而这个是美国的猫杀机 这些二战潜艇都有类似于普通船只的外形 和现代潜艇圆滚滚的外形并不一样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二战时期的潜艇在水下航行的能力一般 不但需要较长的时间保持在水面上航行 而且由于雨雷比较贵重 有时还需要上辅 用舰炮和机枪进行迫交作战 自然选择了适合于水上航行的船型外观 这一时期 舰艇的艇体设计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半壳体设计 潜艇的压载水舱被放置在了潜艇的两侧 这张图上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 潜艇两侧鼓起来的部分 就是主压载水舱 虽然这样的设计 不占潜艇耐压可体内部空间 能够容纳更多的设备和武器 但把主压载水舱暴露在外 很容易遭到深水炸弹 水雷甚至是一些轻型火炮的攻击 一旦压载水舱被打漏 潜艇就完全无法下潜了 而大部分潜艇的水上火力和装甲 并不能和水面舰艇抗衡 一旦失去水下的壁护 就只能举手投降了 为了解决主压载水舱 防御薄弱的劣势 德国在1943年前后 设计了21型和23型潜艇 分别采用了划时代的 双壳体和单壳体设计 其中21型是世界上第一种 以水下航行为主的潜艇 也是世界近代潜艇的鼻祖 现代的大多数潜艇 在舰体设计上 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 它们身上的特色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 这两种潜艇壳体设计有何不同 现代潜艇的艇体结构 可以大致分为三种 一种是只有一层客体的 我们称之为单客体潜艇 有两层客体的 自然是双客体潜艇 而介于两者之间的 称为单双混合客体潜艇 由于潜艇在水下必须完全封闭 才能保证艇内成员的安全 而潜水艇在水下航行 必须要抵抗巨大的水压 因此这三种潜艇的结构形式中 都少不了耐压艇体 而其他部分则可以根据设计要求 自由发挥 我们先来看看单客体是什么样的 从铺面上看 单客体潜艇的主体部分 只有一层外壳 就像是一个圆柱形的大桶子 将所有的武器装备 人员和各类舱室 全部装载在这个巨大的壳体之中 这种潜艇外壳结构的优点 首先就是结构简单 比起需要在两层壳体之间 进行反复焊接的双壳体 单壳体结构 在生产焊接过程中的工作量比较小 其次 由于潜艇在大部分的时候 是完全潜伏在水下的 单层壳体在同等排水量的情况下 就有着更大的内部空间 换言之 在同等舱内容积 同样武器配置的情况下 单客体的潜艇可以做得更小 因此能够降低阻力 减少声波反射 增加隐身性 然而 单客体结构 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首先就是虽然汉缝变少了 但单客体结构 对汉缝的要求更高了 毕竟整个潜艇 只有一层耐压层 比起双客体潜艇来说 结构更加脆弱了 例如 在北冰洋海域活动的战略和潜艇 经常会受到辅兵冲击 这就往往会导致壳体损伤 更不要说在实战当中 遇上反潜武器了 而一旦在水下发生进水事故 就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为了弥补壳体结构的不足 单客体结构的潜艇外壳 一般都要比双客体厚很多 据称 美国洛杉矶级潜艇的 外壳的厚度在80毫米以上 比苏联的一众双客体潜艇 要厚实很多 美国海军通过这种方式 变相地改善了 潜艇的外部结构强度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问 单客体潜艇的外部结构 这么坚固 就算是潜艇上面列了个口子 我们还可以紧急上浮呀 但实际上 正是因为装甲后 才让潜艇的紧急上浮 变得比较困难和危险 对于单客体潜艇来说 由于内部设备 占排水量的比例大 厚重的客体 又占了很大的重量 它的主压载水仓往往比较小 储备总浮力也比较少 一般只有排水量的 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在壳体发生破裂的时候 抗尘性就会更差 现在大家也就明白 2024年曝光的 美国船厂在航母和潜艇 焊接上偷工减掉 有多么要命了吧 此外 由于纳压壳体之外 没有外部结构 潜艇侧悬的声纳阵列 就只能布置在 纳压壳体之外 这样一来 潜艇的外部就会形成凸起结构 破坏潜艇的流线外形 进一步影响到了 潜艇的最大航速 例如美国的 弗吉尼亚级和潜艇 起一停体下侧部的 几块巨大补丁结构 其实就是暴露在外的 声纳阵列 而且对单层纳压壳体来说 没办法直接在壳体上打孔 夹挂销声碼也不方便 对应身性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 所谓的单壳体潜艇 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单壳体 在潜艇的首尾两端 各有一段非纳压停体 内部设有压载水舱 用于保持潜艇的平衡 控制潜艇上前和下幅 而对于双壳体来说 上面提到的很多缺陷 就不存在了 顾名思义 双壳体就是两层外壳 在纳压壳外 还有一层轻质的外壳 将纳压停体整个包裹起来 两层壳体间 使用环性内板和骨架等结构 把内外两个壳体支撑连接起来 将来与单壳体的潜艇结构 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 轻质外壳无需承受水压 就可以做得很薄 很容易加工和弯曲 这样一来 潜艇的外壳就可以做得更加光滑 停体上的寄生阻力就会更小 自然而然的 潜艇的航速就可以比较高 噪声也相对较小 而消声码也可以很轻松地 安装在停体外壳上 不仅如此 双壳体的潜艇 比起单壳体的潜艇 多了一个中部主压载事舱 在福利的储备上 具有先天的优势 比起单壳体的15%福利储备 双壳体可以达到30% 潜艇受损后的生存能力更强 在复杂的海况中 也有更好的生存能力 潜艇能够往来与水面和水下 靠的就是阿基米德的福利定律 虽然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认为水的密度是不变的 但实际上 由于深海的地貌环境 以及地质活动的复杂影响 不同地区和不同深度的海洋中 海水密度都是有所不同的 最要命的是 有的海域还存在海水密度断层 甚至是反密度梯度 这些海矿的成因比较复杂 但表现在潜艇上 就是潜艇出现突然的下沉 如果储备福利不足 没能抵抗重力及时上浮 就很有可能出现 停毁人亡的惨剧 在历史上 美国海军的长尾沙号 以色列海军的达卡尔号 都有可能是密度断层的受害者 此外 由于纳亚壳 与外部轻壳之间的空间很大 大概有0.8到2米左右的距离 这些全间空间可以布置压载水仓 燃油管路和武器等设备 相对减小了内部空间占用 另外 双层壳体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那就是防护性能好 对低强度的打击和碰撞来说 双层壳体的外部不承压 因此不会损坏潜艇主结构 防护性能更好 而现代轻型玉雷 常常采用巨能装药战斗布 产生的金属射流 会在通过壳体间隙时 被大大降低威力 类似于坦克上面 间隙庄稼的原理 至于双层壳体的缺点 那自然就是单层壳体的对立面了 在建造时 双壳体的两个外壳之间 焊接复杂 焊缝总长度更长 还需要工人钻到 狭窄的壳体之间施工 而且在相同直径下 双壳体潜艇内部空间更小 想要安装同等数量的设备 就必须增加潜艇的尺寸 正因如此 比起洛杉矶级和潜艇 苏联的945型派水量更大 体型也大了一圈 不过 虽然从艇体结构上来分类 的确可以将潜艇 大致分为单壳体和双壳体 但实际上 现代建造的潜艇 大多采用了 单双混合的壳体结构 在整体上 某一级潜艇 可能在总体上 采用了单壳体结构 但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 挺身的一部分 又采用双壳体结构 用来布置设备等 例如美国的监狱级和潜艇 从总体上来看 使用了单壳体结构 但在辅机舱部分 又采用了双壳体结构 方便部署设备 单双混合壳体 属于两种壳体的混合产物 融合了二者优点 尽量避免了单壹设计 带来的问题 目前各国的先进潜艇 往往在关键部位 采用双壳体 以增强防护性 在非关键部位 则采用单壳体 以减轻重量 降低成本 因此 单双混合壳体 是目前应用 最为广泛的停体设计方案 感谢观看